2011年9月4日,英国牛津郡警察局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。 男子说,他的邻居正在被一个男人毒打,伤势很严重,请求警察赶紧前往。 当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后,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目瞪口呆。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的牛津郡,他位于英国的南部,以其著名的大学城牛津而文明于世。 牛津郡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,包括宜人的乡村、河流和山脉。 这个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,包括历史悠久的城堡、庄园和教堂。 牛津市本身也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和博物馆,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历史爱好者。 除了牛津大学外,牛津郡还拥有一些其他知名的学术机构和学校,为教育提供了多样性和高质量的选择。 牛津郡的交通电力可以轻松前往伦敦和其他地区,火车、公共汽车和高速公路网络使得旅行变得更加便捷。 我们的主人公米凯拉霍尔,于1983年2月7日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。 母亲朱莉为了给女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,一直努力工作着。 虽然成长中没有父亲的陪伴,但朱莉给了孩子最多的关心和照顾。 母女俩过着开心快乐的生活。 尼凯拉是一个自信开朗的女孩,总是散发着活力和阳光。 她在社交场合中总是能够与不同的人建立深厚的友谊。 她的人缘非常好,因为她善于倾听他人,真诚又善解人意。 这让人们愿意与她分享生活的点滴,成为她身边不可或缺的朋友。 后来,尼凯拉嫁给了牛津当地的一名男子。 可惜,幸福的婚姻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,两人最终因为种种问题而分道扬镳。 离婚后的尼凯拉非常沮丧,决定和母亲朱莉一起去土耳其度假。 这是母女俩经常去的旅游地点。 然而,在这次旅行中,朱莉遇到了一个叫穆罕默德沙辛的男人。 她说她见到朱莉的第一眼就确定她是自己的命中注定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,他们于2002年结婚。 之后,诺罕默德搬到英国的牛津郡,和朱莉及米凯拉一起生活。 三人开始了幸福和谐的美好生活。 2007年,米凯拉独自去土耳其旅行。 在那里,她邂逅为一名土耳其餐厅服务员,她叫恩萨尔戈尔。 米凯拉很快就爱上了她,两人开始了一段热恋。 由于是两地恋,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米凯拉都会飞去土耳其见恩萨尔。 当她再次回到英国时,米凯拉发现自己怀孕了。 她非常开心,也很兴奋,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自己的宝宝。 此时,他们依然维持着异地恋。 米凯拉每隔几个月就会去土耳其见恩萨尔。 2008年,他们的女儿出生了,米凯拉非常开心。 就在孩子出生还不到两个月时,她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。 第二年,他们迎来了一个男孩。 虽然男友不在身边,但又一个生命的到来,让米凯拉十分开心。 她非常喜欢母亲这个身份。 两个小朋友非常可爱,朱莉很喜欢,对他们也百般宠爱。 但渐渐地,恩萨尔的真实个性一步步显现出来,开始表现出很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。 当米凯拉在土耳其时,她会控制她的活动范围,哪里可以去,哪里不能去。 什么可以做,什么不可做。 即使米凯拉回到了英国,恩萨尔依然远程控制着她的一切行为。 但米凯拉一点都不在意,她希望恩萨尔能跟她和孩子一起生活,不想孩子在成长中没有父亲的陪伴。 由于男友不在身边,又没有给予经济上的支持。 米凯拉的生活非常忙碌,养的孩子经常让她忙得团团转。 而且一个人养两个孩子,她的经济状况也比较拮据。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,米凯拉依然会带着孩子们飞去土耳其见恩萨尔。 有时也会把孩子们留给母亲照顾,自己独自飞去见男友。 甚至会在各种节日为恩萨尔准备礼物然后寄到土耳其。 但恩萨尔并没有因为米凯拉的付出而守身如玉。 在女友离开土耳其后,恩萨尔继续和其他女人约会。 有一次,米凯拉带着孩子和朱莉一起到土耳其见恩萨尔。 傍晚,当米凯拉和恩萨尔回到酒店时,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 米凯拉叫她小点声,以免吵醒了正在睡觉的孩子们。 但恩萨尔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声音,反而举起拳头挥向了米凯拉。 闻声而来的朱莉挡在他们中间,试图制止恩萨尔,但被恩萨尔猛地推胎了。 恩萨尔像疯了一样,对米凯拉拳打脚踢。 朱莉事后告诉她的朋友,当时恩萨尔看她的眼神就像要杀了她一样。 从此之后,朱莉对恩萨尔的厌恶越来越深。 但米凯拉仍然对这份感情抱有希望,她希望恩萨尔能跟她一起去英国生活。 这可能会让她们的关系有所好转。 由于土耳其有义务兵役制度,就像韩国一样。 土耳其男性公民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必须服兵役,为国家提供一定期限的军事服务。 由于恩萨尔之前逃避了服兵役,所以她无法办理签证。 尼凯拉花费了大量的金钱,尝试通过各种渠道来帮她搞定签证的问题。 但发现服兵役是唯一的途径。 恩萨尔开始责怪米凯拉,都是因为她自己才需要去服兵役。 2010年12月,恩萨尔在没有任何征兆和理由的情况下向米凯拉提出了分手,结束了他们的恋爱关系。 伤心的米凯拉开始和来自土耳其的前男友聊天,来缓解自己的伤痛,并决定去土耳其找她。 回到英国后,她让朋友帮她抹去跟前男友曾经联系过的痕迹。 因为她怕被恩萨尔发现后,恩萨尔可能会大发雷霆。 几天后,米凯拉接到恩萨尔打来的电话,就像之前的事从没有发生过一样。 他们决定再给彼此一个机会,虽然米凯拉的朋友都劝她不要负荷,但她决定再是一次。 2011年3月,她飞去土耳其与恩萨尔结婚。 虽然女儿要结婚了,但朱莉并不想与之同行,米凯拉也没有告诉朋友们自己结婚了。 但朱莉在Facebook上给这对新婚夫妇发去了一条祝福信息。 之后,米凯拉飞回英国,继续为丈夫办理签证事宜。 然而,不知怎的,恩萨尔发现米凯拉曾经找过她的前男友,为此非常生气。 之后,每次他们说话,恩萨尔都会变得很刻薄,经常把米凯拉弄得泪流满面。 米凯拉的朋友告诉她,恩萨尔的行为有问题,她不应该这样对你。 米凯拉觉得朋友说得有道理,于是想冷静一段时间。 结果,恩萨尔疯狂地给她打电话,一个晚上打了26次。 这让她觉得极度沮丧和崩溃,曾一度想过自杀。 过了一段时间,米凯拉听说恩萨尔的签证被批准了。 当她收到签证的第二天,便坐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。 来到英国后,恩萨尔和米凯拉以及他们的孩子住在朱利和穆罕默德的公寓里。 随着大家每天的朝夕相处,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浮出水面。 恩萨尔看到米凯拉与朱利如此亲近,她感到十分不爽,开始进一步控制米凯拉的一举一动。 她告诉米凯拉的一位朋友,说米凯拉永远都是她的。 恩萨尔不想住在朱利的房子里,但由于经济有限,暂时也没有其他办法。 在与穆罕默德的一次聊天中,恩萨尔说,当她知道米凯拉去找过前男友,她非常生气。 甚至在脑海中冒出想杀掉米凯拉的想法。 但穆罕默德认为,这只是她一时生气才说的气话。 一天早上,米凯拉给朋友打去电话,她说她感到害怕和恐惧。 因为恩萨尔告诉她,如果她回家,就会砍掉她的头。 在英国待了两周后,恩萨尔就买了一张返回土耳其的机票。 当米凯拉知道恩萨尔想离开的消息后,她感到非常沮丧,再次恳求恩萨尔能重修就好。 此时,恩萨尔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。 当接到米凯拉的电话后,她决定留在英国,回到米凯拉的身边。 2011年9月2日,恩萨尔与当地酒吧的一名女子发生了关系,并对她说,对自己的婚姻和妻子毫无兴趣。 第二天,她再次与该名女子发生了关系。 由于喝了大量的酒,她错过了在当地一家餐厅的轮班。 2011年9月4日凌晨1点15分,她来到穆罕默德工作的披萨店,问她,如果米凯拉和朱莉同时出事,孩子们会怎么办? 但穆罕默德并没有在意,认为这是她酒后的胡言乱语。 凌晨2点10分,恩萨尔回到他们的住所。 此时,朱莉和她的朋友凯西正在客厅看电视。 米凯拉和女儿在二楼的卧室睡觉,儿子在隔壁房间。 恩萨尔走进厨房,悄悄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刀,然后悄无声息地上楼了。 她走进米凯拉和女儿的房间,对着妻子举起了手中的尖刀。 楼下的朱莉突然听到从二楼传来的尖叫声,赶紧和凯西一起上到了二楼。 当他们来到卧室,发现恩萨尔正骑在米凯拉的身上,疯狂地用刀刺向她的脖子。 当朱莉试图把恩萨尔从女儿身上拉开时,恩萨尔一把把她推倒在地板上。 看到米凯拉已经没有了动静,发了疯的恩萨尔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朱莉。 她像对待米凯拉一样,用刀反复刺向朱莉。 凯西也被捅了四刀,其中一刀离境外只有几毫米之遥。 幸运的凯西从房子里逃了出来,但朱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 她试图逃到门口,但从二楼的楼梯上滚了下来,大量的红色从她的身体里涌了出来。 随后,浑身是血的恩萨尔抱着三岁的女儿走出了公寓。 听到尖叫声的邻居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,也就是影片开始的那一幕。 没过多久,救护人员和警察就赶到了案发现场。 凯西被送往约翰·拉德克利夫医院进行救治,然而也只有她被救了下来。 朱莉被发现倒在楼梯下的地板上,身体蜷缩着。 米凯拉被发现躺在被染红的床上。 监控录像显示,恩萨尔抱着女儿在街上走着,手里还拿着一把刀。 最后,她来到莫罕默德工作的披萨店,大声喊着, 没人相信我,但我做到了,我把他们俩都杀了。 然后,她把女儿放在地上,让莫罕默德照顾好她。 莫罕默德安抚着一只哭泣的小女孩,同时拨打了报警电话。 此时,恩萨尔拿起手机,开始给远在土耳其的家人打电话。 监控录像中显示,一个男人准备向恩萨尔借打火机。 当看到他手中染红的刀时,迅速转身走开了。 之后,CCTV还捕捉到两名警察逮捕恩萨尔的画面。 他告诉警察,是我杀了他们,但你们不知道为什么。 警察审讯时,恩萨尔还抱怨自己衣服上的血迹。 似乎对自己刚刚做的残忍行为毫无悔意。 警方对他的手机进行了检查,发现案发三小时前, 他在Facebook上给他的表弟发去了一条消息, 说,你等着瞧,明天英国的报纸将会全部报道我的消息。 法医对朱莉和米凯拉进行了尸检,确定大部分刺伤都集中在胸部和颈部,所以导致失血过多。 朱莉被刺了50多刀,米凯拉被刺了40多刀。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三岁女儿的面前。 恩萨尔被指控谋杀朱莉和米凯拉,并企图谋杀凯西,但他对所有指控拒不认罪。 2012年5月,恩萨尔接受审判的日子到了,但他的行为却令人震惊。 他被拍到咧着嘴,笑着走进了法庭。 他微笑着坐在法庭上,没有对夺走两条宝贵的生命表示悔恨和遗憾。 他说他被这段婚姻困住了,他一点都不爱米凯拉。 之所以对朱莉动手,是因为朱莉先袭击的他,他是出于自卫才反击的。 但朱莉和米凯拉的伤势远远超出了一个理智的人所能认为的自卫。 且警方和检方让他所说的正当防卫的说辞不攻自破。 犯罪现场,血迹分析等都显示出是他袭击了他们。 检察官达法塞伊诺克告诉法庭,虽然这对夫妇的婚姻一直不幸福,但这并不能解释或辩解他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情。 他称恩萨尔的行为是源于有预谋的犯案。 来自救护服务中心的理查德·洛克在审判中作证,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米凯拉的眼神,那是一种极度痛苦的表情。 恢复健康的凯西作证说,当他和朱莉听到尖叫声后一起冲到了二楼,接着就发生了令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场景。 恩萨尔被判处无期徒刑,同时被判谋杀罪36年,谋杀未遂罪12年,这些刑期将同时执行。 法官告诉他,我毫不怀疑你有意杀害你的妻子和你的岳母。 这些残忍的谋杀都是经过计划和有预谋的,你给这个家庭造成的痛苦将会伴随他们的余生。 当他被带出法庭,恩萨尔微笑着对着镜头说,是我,是我。 伤心的穆罕默德说,我很幸运能与一生中唯一的爱人共度12年的时光,我知道他和我一样爱着对方。 我现在的生活很空虚,恩萨尔拿走了我的一切,但现在我知道,两个孩子是我活着的唯一理由,这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乐趣。 恋爱是美好的,但不要让感情冲昏头脑。 在恋爱过程中,要保持理性和清醒,不要忽略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。 建立一段健康的感情需要时间,不要急于把事情推进得太快,要给彼此充分地了解和适应的时间。 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一段有害的恋情中,不要犹豫寻求帮助或结束关系,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 对于今天的故事,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,如果喜欢我的影片,请帮忙点个赞或者点击订阅按钮。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,照顾好自己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